原定在一百零七年上路的十二年 國教課綱 教育部長 攀文中二十八號宣布 基於對課審會專業及民族機制的尊重 以及課綱配套需要時間準備與到位等因素 教育部經過審慎評估後 決定延到一百零八學年起全面實施 至於大學和技專校院考招新方案 這是從一百一十一年起實施 是目前就讀國一的學生 那試用一百零八學年度所啟動的 國教 十二年國教的課綱 是從目前的小四 以及國 國一 教育部長表示 新課綱試用對象是當年度的國小一年級生 目前尚未入學 國一生是現在的小四學生 高一生是現在的國一學生 而新的考招制度在一百一十一年上路 首屆試用對象則是現今的國一學生 另外教育部表示 十二年國教基本課綱裡面 有增加校定課程部分 學校可以有彈性 根據各區域地理環境條件特色 去發展適合在地社區的課程 教育部表示新課綱延後一年上路 考招新制也配合新課綱實施時程 雖然延到一百一十一學年上路 但在一百一十一學年之前 招聯會將會試辦方式進行各項準備 表示多了一年的時間可以做更好的準備 記者莫拉斯比亞台北市採訪報導